另外大家非常關心的存股 就還是要問到金融股 負利率來的時候 還可以再存金融股 因為鄭老師本來非常喜歡金融股 不是應該現在還是很喜歡 是 我記得你買台契 我沒有記錯 你很喜歡買台契 第一金 現在呢 那我個人認為所有可以存定存股的 我認為還是金融股 剛才講到義融 我大概30億塊的時候 在學校就講了 那個跟中途一樣 這個是銀行中的銀行 在學校講學生沒錢買 這個是銀行 所以這個是太高了 那我們要存定存股的話 當然有幾個條件 那第一個不能倒的 因為我本身在銀行待了16年 所以我做過換款 催收 還有就是整個都做過 那現在利差那麼少 對 那現在我們來講一個很多 因為我加入了FB 有關於存定存股那些的 我們投資者 那我們看到他講到負利率 那我看到很多的觀念 都不太正確了 那各位 我們先來跟各位談到 負利率是什麼意思 負利率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分為四種 那最主要的話 就是第一種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的銀行 他把錢放在中央銀行 他的利率是負的 那我們一般來講到的負利率是這一種 就像說我們在幾個禮拜之前 我們看到美國聯準會到底要不要降到零 那個零的話 就是銀行存在美國聯準會的利率是不是零 所以我們之前在講到說 日本是零利率啊 那個是什麼 是日本的一般銀行存在他們中央銀行 是百分之負0.1% 那負利率的話最主要在從哪時候開始 2009年 瑞典 當時的話 他們隔夜財款利率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聯邦基金的利率就是隔夜財款利率 也就是銀行跟銀行之間的這一代利率 那當時的話負0.25% 那再來的話 歐洲實行負利率就是負0.1% 那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的話所謂的負利率 就是我們最近的話 就像我們14QE嘛 那錢灑得很多嘛 所以各位主持人 你晚上如果睡覺的時候 最好門船打開 因為錢很多看會不會回進來 這個因為全世界的錢都在灑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而且要能夠用的錢 半夜讓有點危險 這不會 那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的金融商品有限嘛 所以這個錢要跑到哪邊去 他可能就跑到下線去 那再見的話 可能就會負利率 那如果各位你去看一下 明年的有關於利率期後報價的話 他現在已經有負的 這個是有一個 那第三格的話 就實質利率維護的 這個是比較平常的 什麼實質利率的 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存在銀行的利率 叫做明目利率 越存錢越薄啊 對 就是將來你存了一年之後 你的購買率下降嘛 我幾個例子嘛 我現在如果100塊 那我可以吃一碗牛在這邊 那我現在把100塊的話 存在銀行 如果他的利率是2% 這個叫明目利率 那一年之後是105塊 那如果我們的通貨膨脹的話 百分之五 那一碗牛在這邊的話 一年之後是105塊 那差了3塊怎麼辦 幫他洗碗 就這個樣子 那最可怕的 我們現在講到 大家都把他誤誤誤誤誤誤誤 我們的明目利率維護的 明目利率維護的是代表什麼意思 各位 就是你把錢放在銀行 那銀行的話 要跟你收手續費 對 那個是在商品時代的時候才有 現在不會產生這個東西 這個是在歐洲只有兩個國家 挪威跟丹麥 只有他們的地方銀行 因為他們把錢 就你存錢你要給他錢嗎 對 那個只有 全世界只有兩個 大概兩個銀行而已 對 很小的銀行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很可怕 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為什麼日本在之前實施 所謂的QE政策會失敗 最主要原因 大家會怕收我的明目利率維護的 那明目利率的費的話 我的收入減少 我的消費就必須要減少 就沒有辦法達到通膨的效果 所以 各位 我們現在講到的是上面那一塊 但是各位 你要知道 我們最近台灣 我們的央行 它降的是存款 不是 降的是重貼限利 什麼要重貼限利 簡單的講 如果我銀行 所謂的爛頭寸很多的時候 根本不用跟中央銀行融資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大概不太會影響到 這個有關利利率這個問題 我們之前的話存款的利率大概淨利率大概1% 那如果降下來 我個人認為會非常小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那銀行將來它會增加哪些收入 第一個我們剛才剛剛好 國安法一上任之後 那財務管理這一塊會不會來到台灣 很有可能 第二個各位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利率的話 台銀的利率大概不到1% 大概0.8是1年起的 各位 你現在的話沒有感激 當你存了1年之後 100萬只剩下8400塊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激 很有感覺 我請你吃一頓就不夠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大家會不會到銀行 去找它的投資理財的工具 一定會的 對不對 你看我跟薇良一樣 他還可以賺5萬塊 我只有8千都塊 不要放這個 我這個隨便都3%4% 對啊 那個一定會 就可以收手續 所以手續會增加 再來各位你要知道 在銀行換款的話 它會不會調整結構 當然會 你在銀行就是這樣賣的 對啊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銀行一般放給大企業工具 都沒賺錢 那個利利都沒有賺錢 那銀行如果逼到這個程度的話 它應該會調整 它的放款結構 這一點我可以確定的 原來我在銀行待那麼久了 銀行會自己增加收入 對 再來的話 第二個我們講到銀行股為什麼 第二個 它的後利非常穩定 為什麼後利非常穩定 我一直在講一個 它的待賬覆蓋率大概600% 以前我在離開銀行的時候 民國94年到日本電視的時候 當時災46% 那再來的話各位你要了解 現在的催收不像我以前在當催收 我以前催收的話 我跟你告 告完了之後 取得執行名義 那我哪時候要強制執行的話 說我不要聽 我當時要去做就當時去做 銀行不管理 所以我一天在那邊都不工作的話 也沒關係 但是現在不一樣 你每一個催收案 現在做到哪個地步的話 都要上報表到總行 總行跟你催 以前比較好混 對 那再來的話 以前銀行為什麼台帳那麼多 當然 省屬7行庫 有議員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還是金融股 而且它是10塊錢 而且各位你要有概念 你算它的殖利率的話 要算它的總殖利率 因為它很容易填錢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你是台企業還在 我台企業還在 而且最近我跟你講 我做一個套利 所以為什麼我說 為什麼我們會說 所謂的窮者也窮 那個富者也負 貧者也貧 最主要就是低利率 那低利率的話 我最近的話 我們的主任 他就講說 正好是我要貸款 我說要貸款 要做什麼 買金融股套利 我說好啊 那我簽個名字 也是可以200萬 200萬你想想看 我的利率只有2% 那我去買台積銀的話 它的總值利率大概有7% 好6%就好了 我是算4% 什麼借錢去買金融股 對金融股 那個值利率比較高 那我是算4% 老師這樣加得對嗎 借錢買金融股這樣對嗎 沒有錯啊 我真的金融股不會倒 而且你要做定權股 你上面一定要寫說 我不賺資本利得 我賺資本利得是我的股報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很假 我說我要做定權股 但是每一個人都想說 我最好是漲 漲不上去的話 他就感覺很難過 這是我個人看法 ok 好 這個講得很清楚 另外來看 這個挑選成長股的時候 很多人會看資本支出 怎麼從資本支出裡面 找到一個 這個要賺資本利得 剛剛是不賺資本利得 只要賺資本利得的股票 講幾個重點 其實在每一季的季報財報當中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公司是不是有大量的資本支出 那首先這個科目你要去拿找 就是四大報表裡面的 現金流量表裡面的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 投資活動 所以看投資活動 那要找複數的 複數才代表是 他是有拿錢去買土地買廠房 或者說增加設備擴充產線 所以這個其實我把它視為 是財報領先資料 為什麼一家公司 但是他如果敢比別的同業領先 花大錢把他的產線擴充 通常代表老闆很清楚知道 我已經接到了訂單了 所以我要擴充產能 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那資本支出怎麼樣叫做高呢 因為如果兩家公司 同樣資本支出都是1億 可是一個資本額1億 另外一個資本額1000億 那是怎麼比對不對 所以你其實要用資本支出的金額 去處理它的股本 用這個比重來去做一個比較 那我建議至少要找到就是說 資本支出佔股本的比重 超過三成以上公司 那另外來看的話 也可以跟它過去的 歷年來的足跡的比較 如果很明顯 某一季突然跳針上來 那當然這個資本支出 你要看財報 財報一季才一次 所以它當然不是 短線選股的方法 而是適合用一個比較 養股票長線大波段的一個操作 好那等到後續追蹤 如果說營收真的呢 也出現了爆發成長動能的時候 那當然那個又是另外一次的加碼點 也代表說可能公司在半年前或一年前 它的資本支出現在開始進入到 回收期了 好那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6538倉和資本支出的例子 為什麼舉它呢 它是去年台灣第一標股 漲了六倍 那如果從第一年來算漲了十倍 當然不是現在去買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漲和的軌跡 它其實在2018年第三季的資本支出 只有1400萬 但是到2018年第四季的時候 它的資本支出跳了三倍到5600萬 那當時你看其實呢 2018年底的時候 股價都還在三字頭 而且也沒有什麼成交量 人家在佈局了 我們還沒有感覺到 對其實公司把資本支出 金額拉高到三倍 那我們接著繼續往2019年來看 你發現它第二季的時候跟第四季的時候 資本支出繼續飆高 而且衝破一億多以上 甚至去年第四季 它的資本支出 是創下單季有史也新高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覺得 漲和它其實 從它大量擴張資本支出來看 它的成長應該還沒有到盡頭 所以包含今年或明年 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它的營收跟獲利的變化 那至於說基本面 大家可以做一功課 六倍還沒有盡頭 那當然就是說 可能最後剩一點時間 我們給大家做一些 可以回去研究的一些參考 這個包含就是 我把第一季 對我重點整理出來 就是說資本支出 明顯飆高的一些公司 就有機會的 大家可以看看 有些甚至有族群性的 代表這個產業可能是不錯的 比如說像大力光 玉金光 這都光學鏡頭 那剛才講的惠特也在這裡 對 這個半導體裡面 矽晶圓的環球晶中美晶 IC設計的公司 我也想幫它做 含金量很高的功課 對 那各位看 這邊還有 大家可以趕快截圖 拍照 這個瑞雲 神盾 包含這個資本支出的大戶 不意外 台積電 往下還有這個 瑞雲 歷程 信華等等 其實你去看這些股價 業績 各方面表現真的都還蠻活潑 大家可以回去追蹤看看 OK 所以這些都是大家可以 之後可以從資本支出裡面 找到一些未來的潛力 最後一點時間 敲哥有沒有補充一下 基本上來講 我對於資本支出這一塊 我看的還是比較著重在價值型股票這一塊 因為像這一邊來講的話 有幾個部分我想可能跟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有某些股票來講 它是比較有風險 我們稱之為說 比較不適合來當價值型股票的部分 我舉了一檔股票叫做茂順 茂順 不適合當價值型股票 不適合 以現階段來講 如果我要投資的話 我覺得它比較不適合在現階段去進場的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 很明顯的一點是說 它目前的走勢 比較不是一個多方趨勢以外 它的一個獲利 OK 它過去其實的獲利 因為我們大家說 可能它過去的一個獲利不錯的話 不好意思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講不完 下次再繼續跟大家來這個分享 今天其實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訊 大家可以重新的replay 那麼也歡迎到我們這個 YouTube上搜尋雲端最有錢 幫我們按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下個禮拜三 下個禮拜一我們再見 禮拜三記得收看我們這個房市的投資趨勢 拜拜